我有一些病同害 所以我們人要盡量減少雜草的豬漾 所以說我選擇鋪草皮 因為你把如果全部用水泥都鋪鋪水泥 我覺得沒有那個生命的感覺 所以我比較喜歡天然 請問一下你做這個東西這麼成功 人家要跟你買個訂個貨都要這麼久才有 那你隔壁的阿伯他看了你這個他沒有什麼想法嗎 他還是用它 第一他們他們有一些觀念比較傳統 他們沒有辦法去革新 然後再來一點你投資這個設備 像我投資這個設備我花了將近快兩千 不是每個人都拿的出來 因為我們會接觸一些新的東西 那些老人家他並不可能去接觸那些新的東西 所以像我們村裡也有在種小環錢的 他們拿起來 他不敢拿來跟我比較 因為他們的要求程度是 我大概六七度 我可以採收 我可以賣錢就好了 但是在我的觀念 我不一定要急著採收 所以我不要用化學回料 讓他成長很快速 我就要讓他自然成長 我會給他一些比較好的東西 讓土壤的生物巨像維持得很完整 他生長出來的東西才會健康 所以他們的情景在他們沒有錢來做這樣的投資 這是條件之一 所以他們只好用 或者是他不願意花這個錢 也有可能 難道他們的管理技術跟觀念 他們會維持在傳統的農業經營上 但是我的思維 我要以職 他們是以量取勝 但是我是以職取勝 我希望我的東西 好的東西 但是我一點點就好了 我不要說 壞的東西一大堆 你送給人家吃人家還要貪心 我覺得說 我把東西的品質維持好 自然他的通路都會出來 因為我80%以上都是老客戶 只要吃過的番茄 你要叫他吃別人的 那就不吃了 老闆請教一下 這邊還是口胡香 對 就您喔 番茄應該就是說 這種番茄就你一家 那你一年的產量可以有多少 相對於口胡香一年的 你這個玉女型番茄的產量有多少 我不敢確定 我不敢跟你估算 你的部分可能幾萬斤吧 幾萬斤是吧 你剛剛講一斤是150塊 你丟到一斤是後 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認為這個東西是好東西 要留給台灣同胞吃 那有沒有可能你去輔導別人也種這個東西 因為可以貸款嘛 既然這是個好東西 因為 應該以 這是專業啦 就像我做一碗乳酪飯 你做一碗乳酪飯 我會教你我用的東西 我用的資產 但是你種起來你的管理 跟我的東西一定不會一樣 口味一定不會一樣 但是說不定有人會種得比你好 有可能啊 當然會啊 因為青出於藍啊 或許他剛好接觸到一個東西 是他的 人家說的秘訣 有可能種得比我好 其實台灣很多人都種得比我好 只是我比較幸運 有很多媒體在幫我不行 而且 我有很多老客戶 很忠實的在跟隨我啊 因為他們知道 雖然我不是最好吃的 但是至少他知道 吃到我的東西是最安全的啦 台灣比我好吃的環節很多啊 這就是無分農業 我說 管理的階段 一定要使用 但是 我就是覺得 一定要使用有品牌的 就是大廠的東西 了解 就像點心這樣子 像大桶這樣子 像大桶這樣子 大廠牌的東西 這樣知道嗎 蠻好的 這標題蠻好像 點心跟大桶在台灣 很大的啦 因為等一下 這個電視要按下來 裡面 因為現在在睡覺了 所以我們不能吵牠嗎 牠會睡覺耶 你看牠姐 牠頭都剝下來 就在睡覺啊 我晚上不吵牠啊 不會啊 延長牠的生長 就像我養我兒子 我都把牠當成野生在養 我會 我都讓牠摸啊 牠有時候 下課了 就在這裡躺 躺在那裡玩啊 我會被螞蟻咬啊 我覺得都OK啊 不被咬到就睡到 這樣 不被牠咬到 怎麼睡到會痛 這裡我是 那個 是周圍 那個水溝啊 那我會掉下去啊 你那就是 沒有人 比較好 所以我們要下一個 這是管理的技術 但是顏色上是比較好 對 對 而且我先鋪 就是九分 走才會開 所以我們很容易 剛剛學生說 剛剛聊到很久就是 它已經能鋪裂 鎮裂 對 沒有 那個鋪裂我們都有自己 好的都包裝出去了 OK 真的假的 你這裡頭這個水 有什麼千蛙 就是等於有 生態 生態呢齁 我覺得要有自然的生態 那鋸啊千蛙 所以我看就是 青蛙 還有什麼 它都蛇有 蛇有啊 你那有 牠石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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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騷蒙啊 因為我就是 這裡天風 那天空太會比較忙 對對 那天空下就是比較多 對 天空下就比較多 天空下都是下雨 蹲蹲蹲蹲蹲蹲 像我後面就 房子後面就有一個生態子 我都帶我兒子去 餵魚啊 有,帶你餵魚啊 餵魚他就吃,那個魚就吃得很爽的 請問一下你這樣的一個思維是怎麼樣發起的 你原來就這樣想到嗎? 你這樣想到嗎? 那別人也是整個人啊,他們 因為我做到這樣子 其實我希望我的小孩在一個安心的環境 讓他生長,所以我會習慣 有嗎? 我現在就兩個禮拜了 如果你的四周圍全部都是毒 其實你小孩在這裡成長也會怕 那他們不會這樣想嗎?你的鄰居他們不會這樣想嗎? 我不知道啊 我的意思是說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跟上時代的思維 那他們還... 我的人,我不會刻意去想要過 就像,雖然你們是沒禮記的 但是我,該抽菸的時候還是會抽菸 我不會刻意說在人前演示一面 他身底下又是一個面 我覺得這樣子做人太多 那我就是這樣子 天使就是這樣 我的個性就是這樣子啊 我不是性格啊,因為我的個性 我不喜歡做做啊 那不是鄉下人都這樣嗎? 你像上個禮拜我們副縣長來到我這裡吃飯啊 我再忙我還是打試夾啊 人家說啊你好歹進去穿個鞋子 我說我幹嘛穿鞋子 我現在很忙啊,我沒有空氣穿鞋子啊 沒有,因為我覺得我的本身就是這樣 你喜歡我就喜歡我 不喜歡的話我就覺得OK啊 所以你這樣的一個思維是家學淵源還是你自己本來就這樣個性 可能是也許我來鄉下生活太久了 像我現在要去都市 我連開車我都不敢開 走路我都覺得 因為怎麼你們走路怎麼都那麼快 我在鄉下我可以隨便走 但是去都市不行 既然我要在這裡生活 我小孩要在這裡生活 為什麼我不要營造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可以讓它安心的生活 同樣不噴出草藥 你自己會種一些 不會讓雜草長起來的地方 就算雜草長一點點 就去人工把他把他掉掉 久而久之日的場域就是很安全 可能會是很重要的 請確定幾乎會有 應該是幾乎 幾乎會有 其實有 有很多 我們管理上的制裁 其實是有多數會累積在身邊的 我都會請我身邊一樣種植物 那個東西全換不利用 因為 我的 子女 他們只吃我種的番茄 他們外面都不吃 我 我最疼我的知識 再來才是我的兒子 我 不會去搞那些有古的東西給他吃 那是我 其實我最初的本意是 我常愛我的知識 那我家的人都是吃這個啊 那我幹嘛去搞那些有古的東西 其實 賺錢要 但是 要賺的有一點良心 因為 其實我們 也算生產業 你如果混著良知 有一些有 對人體會危害的東西 對 你有沒有聽有些人說 台北人頭不會死 台北人身體比較用 台北人身體用 他可以排除任何毒素 所以什麼都可以吃 連綿椎油都可以吃 好在我沒有吃到綿椎油 你吃到綿椎油 我聽說 北港 異常油行 異常油行 你們在地 我們在地 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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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到綿椎油 我看薪水要很灌 沒有人不懂 我看薪水要很灌 所以我有一些新聞在報 你到底什麼東西 就什麼東西 不知道 所以我怕你 我不是要吃到不懂 我不是要吃到不懂 我說 所以你台北人用 你不是說你用 你知道有人說 他吃麵 是 有一些是給台北人吃的 他去吃的是不一樣的 我們講 講到現實面 其實台北人 他用 除了身體 強壯以外 他們 應該說我們鄉下 會吃到的東西會比較多 因為我們產病 大部分都會重量 我們 我蝦子 一定要吃紅色 我絕對不吃冷凍的 放進去冷凍的蝦子 我就不吃了 那是來要活跳跳的 我們要吃 你們台北人 比較棒 身體比較壯 我也不要你去匯款 好麻煩 我們會把我們吃過完 你是不是 我們會把我們吃過完 拜託 台北人幫我們 把他吃掉 因為你運動過程 不可能長 對 如果死掉就會臭 對啊 所以必須要冷凍 對 那是給他吃藥 大桿 對 那個其實我覺得 不動是要不要緊 因為我跟妳講 大概 對 因為我們沒有裝 我不宜自己 只是說 或許我在鄉下生活 這麼久 我也沒有辦法 到都市生活 但是我覺得這是另外一種的回歸 回歸 沒有啦 應該是說 怎麼說 正確 那關係 我還是 比較習慣屬於鄉下 你本來就是鄉下這邊的 沒有啊 我在 台北縣打拼了大概十年 但是 不會覺得我是一個沒有 沒有普遍的快樂 但是我 回來 雖然生活比較辛苦 但是我覺得 在這裡我很差勁 所以你本來是雲林人 然後去台北搞了十年 那我十六歲 就去台北打拼了 做過服務的工作 去過工廠 當過業務 當過地下金農業的收錢的 很多很多 但是喔 你就會覺得 好像 沒有 因為 我小時候就是有一個夢想 就是 為什麼出外打拼的人 回來 就是光鮮亮麗 啪哩啪哩 然後 適合的話 那十 在台北那十年 把我那個夢 已經 破滅掉了 因為我覺得 來台北不是這樣子 因為 我們在台北工作 每天都搞的 只是 逢年過節 回到家鄉 他們要穿表揚圈 我不知道 在台北每天都穿 空鮮亮麗 我看見事實 還是